嗨,你好,我是劉乃爸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提问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写的这篇ブログ文章 然后可以教您如何去取消 取消什么呢?取消LINE AD的推广方案 为什么呢? 我这边有说从明天开始 就是从9月30号之后 那LINE AD就开始进行每个月798块的推广方案 并且正式收费 那此时呢,如果你的每月发送量确定 不会超过1000则讯息 那可以免费群发 不超过1000则可以免费群发 这是它的规则 可是呢,如果你已经购买了推广方案 虽然说我们9月的时候 9月份LINE的官方仍然没有开始收费 就是说即使你购买了推广方案 在它的后台那个加指服务 你购买了推广方案 但是它仍然没有收费 它仍然没有扣你的信用卡的费用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取消的话 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呢 那就算你没有买1000则 让它会收费哦 因为它就是根据你有没有买 然后直接去扣你的信用卡款项 可是如果你有买 但是你确定你当月 你根本因为你的粉丝数在乘上 你每天发送的则数 根本就不会超过1000则的话呢 那其实你并不需要付费 你不需要付费 可是你已经买了 它还是会收费哦 那怎么样才不会收费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取消 那怎么样取消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讲 怎么样去取消 那首先呢 其实你的手机里面也可以操作 但是最近我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它的手机没有办法进入加指方案 所以呢我在这边直接 因为这个跟钱有关系的东西 我直接提供你一个 百分之百不会食物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不要在手机操作 我们到电脑去操作 到电脑去操作 那这边有一个网址 就是business-store.line.me 好那我们开个网页来 好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就是http冒号双斜线 business-business-store.line.me 这个网址 你要打在网址列 你不要打在这个搜寻引擎框 常常有人搞不清楚 网址就打在网址列 不是打在搜寻引擎框 什么叫网址 前面有http 帽号双斜线开头 这个就是网址 好然后呢 你直接打这个网址按enter 就到这个网站来 那这边一样 跟那个LINE AT的后台一样 就是输入你的LINE绑定的那一个 那一个email 然后还有你的密码 然后按登录 好这时候呢 它就秀出你所有申请的LINE AT的账号 所有申请过LINE AT的账号 点点击我这个账号 就这里 这边有个推广方案 推广方案 然后点一下 就在这边 推广方案0元可适用到9月29 就是今天嘛 每个月798块 那右边这边有个节约 你去按 你去按节约 你去按节约 有效期间到9月30号 就到明天 你要去按节约 OK 解约之后呢 它才不会每个月去收你298块 就是这个地方 好那 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去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专属ID 有没有 点一下 它有告诉你说 有效期限是什么什么 那底下有个停止的按钮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再回到首页去 点一下看看 这边有个加值服务 点一下加值服务 它这边有个重新注册 重新注册 有没有 再回上一页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有购买记录 点一下 购买记录 推广方案 我9月9号购买的这个账号 9月9号购买的 0元 因为它目前不用钱 然后专属ID 是我真的有用LinePage付款的 所以400元 它都有做记录 它都有做记录 回上一页再看一下 好 我们再回到 回到家目录去 记得 就是到这一个 这一个网址 然后登入你的账号密码之后 然后点击你的 我再点另外一个账号 点击你的账号 然后再点击你的推广方案 然后再去按解约 那目前我现在这边好像不能不能按 可能是因为日期还没到的关系 那如果你 你那个可以按的话 你就把它按解约 把它按解约 好啊其实这个 这一个画面在手机也有 可是不晓为什么有些手机就是不会出现 那这个Line官方有讲到就是 如果真的没法出现的话 你就是到这个网址 直接透过网站的后台去操作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 操作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登出 按这个可以登出 按这个就可以登出 好 那记得 就是到 刚刚讲的那个网址去 看 如果不清楚的话呢 那你再 那个 回到影片 从头再看一次 我就不重复讲了 那我这个文章 这底下呢 我会把这网址留在下面 那你就直接点这个网址 就可以到这个Business Store 这边去取消或者是购买了 好 这是今天的分享